Hello,大家好,买了一个直流电机,拆开看一下 之前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60瓦的,十多块钱 装上不是那么回事 速度很慢,而且噪音很大 是原来落地风扇相当于最慢一档 它的最快一档相当最慢一档 这个直流说是很省电 很省电的同时风很大 这好像二十几瓦,相比交流电60瓦的 同时发热很少 交流电动机的风扇吹着吹着吹出来的是热风 因为它发热很大 这技术不怎么发热 现在我们装上试一下 先测试一下原本的风扇的风速 就这么一点点 微风已经是最大数了 实际功率只有30多瓦,到不了60瓦 好,现在换上我们的直流电机 好,现在换上我们的直流电机 一档电机 一档电,这感觉风也非常大 只有10瓦 两档就已经感觉很猛了 两档20瓦 哇,要起飞了 三档 三档功率有36瓦 现在装一个电位器 现在电位器装好了 这是最小的最小风量 两档 两档啊 现在公里只有2瓦多 微风 非常的省电 好,我现在装一下 终于搞定了 再试试纸巾 同样的距离风门很多 现在无极变速 我用胶枪这里粘牢了 好,今天就是这些 咱们下回再见咯 大家接着怎么样呢 还没听见 还没听见 对 我们下回答 但是 对